像个男孩儿娶个媳妇带多少钱呢 老家儿娶个媳妇百十万 就不像你那北京人闷到户 这也 那挣得出来吗这百十万 那借呗 娶个媳妇百十万还要去借钱 真是这样吗 听您大妈是怎么说的 是个男孩儿 要是个女孩儿好 像个男孩儿娶个媳妇带多少钱呢 对 老家儿娶个媳妇百十万 没财没黄都还不乱 娶个媳妇百十万 那你咋能话 就不像你那北京人闷到户 这也可以 那挣得出来吗这百十万 那借呗 借 那你咋能话 借个婚还借钱 还有房子还有产 那得给人盖房子吧 那么大了 那不决 您这压力大了 那女儿好吗 有三十个人都挺等老的 挺受罪的 是吧 几岁了 上二年级的 小孩儿是学习房子 那就行 以后自己有出息 自己奔呗 不是拜祷师的上学吗 他每天接他办个公交卡 告知回 自己回 二年级 人家都有人接 还没人接 就是我那做菜不能化缘 他妈天哪上班 上班你跟男人 有时候你想接孩子连不到 那你咋 北京的人情还是上 上初中的来接 那是 对吧 你看他 他上年级 签了白个叔叔 告知回 接那个公交卡 公交财卡 他把叔叔说公交 那也行 这样的孩子 资历 他自己知道 学习 对 我也二话不学 查了门半作业 半个作业无二 嘿 真棒 这好孩子 查了门 这个不叫进 我半作业 以后肯定有出去啊 小孩子没法学习好 就长大了以后 你应该享福了 是吧 那怎么 我也是老老狗 起来的手 你看我大岁了 什么事想着看 您五十来岁 您闺女也三十五 那您肯定 六十一的 六十一了 那看着不像 那您看着年轻 就这一孩子 一个人是 儿子也在北京 儿子在北京上班 挺好 多好 他在北京上班 他不在北京上班 不管他太大了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要钱 他也不给我钱 等他赋予了 手头宽着了 肯定就笑住你们了 人家都瞎花钱 只要有钱了 要外卖 成家了吗 成家了 身份就忙了 都上了三年起的 差不多是吧 这俩差不多 相差一岁 北京的小孩 上初中都可以起 是 对新华地上班 他的光子对点 天然大财 来也大财 去一回 那一去也得多少钱 还没办法 男孩也越大越头 但是他真懂事那天 他就一下就懂事 人家订外卖 我马上走了订外卖 你妈电话一打到都送来了 对 多好啊 肯带去卖短了 六十一百多 我这根本咋能吃得起 是吧 每人都好瞧 对 可见的东西没营养啊 都有这么一过程 你要外的人 你没退休会 啥都没报销 哪有退休会 没有是吧 但是像您归您的儿子 到时候就肯定就有了 他叫赛宝呢 对 那会儿就有了 您这代可能是没有 我们那里就没叫赛宝 没有 您这代是比较辛苦 满脏了 行 好了 谢谢您啊 慢着 挣的少开销大 大部分普通老百姓 还在为收入发愁 您是哪部分的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 非常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